看一下第三個單元 日期時間函數相關 那我需要就是說 我這邊有1到12月份的一個年曆表 然後呢我希望就是說呢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我一氣呵成 一次呢就自動產生每個月的每個天的日期 那這邊可能需要做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怎麼樣 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這邊的話是1月1號 下一天的話應該是2月1號吧 3月1號 所以他們之間互相之間相差幾個月呢 一個月嘛 所以如果我想要做第一件事情應該用哪個函數呢 相差一個月喔 其實如果你要相差一個月啊 請你先切到E-day函數 第三個E-day函數 那這個E-day函數的話 特別注意到 比如說我今天呢 只要奧運當天 奧運是這一天好了 現在應該改了 現在本來是2020的 現在變2021了 可是還不知道能不能辦 我剛剛查一下是7月23號 但是那一天7月23號 明年不曉得 是不是真的能夠解禁 但其實大家也都很期待 因為很久沒有辦法出國玩了 真的悶很久了 一整年 很少有一整年大家都悶著 然後機場大家都沒去 感覺好像 OK 那 所以喔 這邊其實你可以改一下 我記得是2021吧 2021這一天 那如果2021這一天的那個 好像是7月23號 這個日期其實你可以自己再稍微變變一下 沒關係 然後呢 那奧運當天你可以把這個日期抓過來 所以等號 等於那一天 你就打個等號 點一下 等於D1 這下就幫你複製過來了 那奧運的後一天的話 我怎麼取 取後一天呢 其實喔 幾個方法呢 標準的做法是什麼 麻煩一點喔 你可能要插入函數的話 你必須用一個叫DA 日期 及時間的函數 你要用這裡面的第一個函數 叫Date函數 但是Date函數喔 很麻煩一點就是說 你在Date函數裡面 又要用三個函數 總共要用四個函數 沒辦法 日期就這麼麻煩 為什麼 因為它一個儲存格裡面包含了三種資料 年月日嘛 對不對 那所以喔 第一個喔 Date按確定 然後year的話呢 你比如說 你要把這個日期裡面的年取出來 那這個年 年的部分取出來怎麼取 很簡單 前面加一個yea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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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一下這個 它就會取哪一個 20 2021 這個 這個 這個數字過來 OK 你不能直接把日期代 因為它年月日 不行 一定要把日期裡面的年抓出來 那MANS怎麼做 一樣到底嘛 就打一個MANS 所以喔 錢瓜阿虎 然後把日期的MANS抓過來 然後再把 Date Date怎麼辦 一樣DAY 然後錢瓜阿虎 再抓這個日期的Date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個日期的年月日抓過來 但是問題我要得到的不是跟上面日期一樣 而是它的後三個月喔 那所以你可以怎樣 在MANS的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三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你要做年月的計算的話 請各位注意 標準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Date 然後年月日分別計算 計算完之後它幫你存回去 轉換成日期格式 所以DAT這個 DAT這個就是轉換成日期格式的意思喔 OK 按確定 好 那我們就得到什麼 1623 底下這個是前三個月的話喔 其實跟這個公司一樣 所以把這個公司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貼過來之後 其實要改一個地方嘛 把加3改成什麼 減3就可以了 OK 打個勾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4 那你會想說 那這太麻煩了吧 有沒有簡單一點 對 有簡單一點 你可以插完數喔 如果你不用剛剛那個方法的話 你可以用Eday Eday Eday的話呢 它的功能喔 就主要什麼 要跟你要兩個資料就好了 第一個資料是哪一天 這一天 第二個的話呢 幾個月之後 你按確定的話 你要稍微簡單一點的話 那你可以用Eday 不過特別之處 Eday呢 只要針對月份 不能針對年喔 也不能針對日喔 只有針對月份喔 OK 所以Eday呢 比較麻煩一點 它其實還蠻好用的 比方還簡單啦 有沒有 就是哪一天的幾個月之後 有沒有 那你按確定的話 不過呢 它這個 這個 這個函數喔 它回來的東西 會是一個 數字 就是 日期 它不會幫你帶格式過來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直接按右鍵 自己再儲存個格式喔 自己再找一個日期格式就好了 把它套用上去 我們用標準的啦 按這個 OK 有沒有 也是1623 那一樣的道理喔 底下的這個 就是把這個公式喔 再把它用-1就可以了 像這個下面 比如說前三個月的話 那如果Eday你可以用-3 打個勾 這樣就OK 那格式它不會帶過來 按右鍵 你自己再把格式呢 再把它改為日期格式 這樣子就OK了 也就是說呢 Eday入份的話 它可以算月份 但是它不能算天也不能算年喔 如果你要算年的話 其實你可以 對啦 把它什麼 除以12吧 還是什麼 就是 但也是不是很OK啊 所以 假設說你要算 那個是 呃 月份你可以用Eday 可是如果未來你是遇到什麼 幾年之後喔 那可能你這個地方喔 變 就變用date函數啦 然後在Ear那個地方喔 再把它看要加幾年之後了 OK 所以 標準的做法是用Date 然後Ear-Date 這樣子 OK 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喔 呃 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第一個 那 所以呢 我們 假設切到最後練習來看一下 相差幾個月 相差一個月嘛 所以其實 像2月 2月1號的話 你其實插入函數 可以用哪一個 所以說 1月1日喔 有沒有 Star Day是哪一個 1月1號嘛 相差幾個月 相差一個月嘛 我要把 1月1號跟 2月1號相比 相差一個月 對齁 那代過來應該就會是多少 2月1號了 那 這個時候你就直接 向右填滿就好 有沒有 向右填滿的話 記得不要鎖 因為這個 自動會 向右填滿 我剛剛講過 它的 燃耗會增加 所以 AE呢 會自動變成 B 有沒有 所以我把它這樣 向右拉的話 但藍框可能會不足 怎麼辦 沒關係 你把 第三個月 到第十二個月 選起來 在中間任何一條 藍線 快點兩下 它就自動 幫你把 藍的框線 自動調整 OK 然後再縮小一下 OK 這樣就可以看到 整個完整的 1到 這個 12月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上面就是 這個是 2月1號 3月1號 一直到 12月1號 應該是沒有錯的 字有點小 好 那每個月的第一天 就產生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可以做呢 再來幫我產生 每個月的 其他天數了 那每個月的其他天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等於什麼 等於 它上面這一天 怎麼樣呢 它是數字嘛 所以其實這樣 加1就可以 加1天就是加1 所以A2加1 打個勾 有沒有 1月2號出來了 下下填滿 然後向右填滿 A2加1就可以了 A2加1 有沒有 這個地方 A2就指的是1月1號 把它加1天 然後因為它格式 上面已經加上去 就會自動把格式帶過來 然後就會顯示1、2號 OK 有沒有 這樣向下 向右 所以它會一直跟著上面的 有沒有 上面只要是哪一天開始 它就把它加一天 那這樣整個年曆 基本上呢 就 似乎 大功告成 但問題喔 檢查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Rose掉了 你會發現喔 其實有幾個地方不太OK的 哪個地方 這個下面有沒有 應該2月份喔 到28之後呢 3月份呢 應該不要它出現 然後呢 4月到5月這個也是多出來的 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假設不是31天的喔 這邊呢 就都會多出這些東西來 所以呢 我要怎麼樣喔 可以快速的怎麼樣 把這些東西喔 快速的清除掉 OK 這個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一起試一下 我們要做邏輯判斷喔 應該怎麼邏輯判斷 如果 我要產生的那個天喔 如果跟上一個儲存隔日期 月份不一樣的話 那我要把 要產生的那一天刪除掉 判斷一下 喔 不是像你圖法跟剛剛喔 不是說喔 我們現在直接 什麼 直接就把這個資料 手動刪掉 那這樣有點 感覺好像只有做一半 所以如果說 我今天希望什麼 希望把這個地方喔 不同月份的資料喔 幫我刪除的話 那我們可以 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應該怎麼下 這可能就是要 再把這邊刪掉 A2加1可能這個 這個要重來了 然後換一個邏輯 邏輯的話 基本上就是 把這個刪掉 用什麼if 插入一個if 所以 邏輯部分 if 意思什麼呢 欸 那我要怎麼判斷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需要就是說呢 我想那個規則這樣 如果它上面這個儲存格 如果它上面這個儲存格 的月份喔 假如跟把它加了一天之後的月份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輸出沒有東西 反之 我就輸出跟剛剛A2加1 欸 那這個公式怎麼寫喔 對不對 可能比較需要理解一下 現在我們用mance mance 括弧 哪一個儲存格 A2 就是把A2的 這個儲存格 帶過來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Ctrl C 移到後面 如果mance A2 就是它現在的月份 1月2 不等於 不等於 小於 大於 然後再貼一次 那把A2後面再加一個加1 就可以了 把它什麼 加了一天之後 欸 比如說我 把那個A2本來1 1月1號 然後再加1天1月2號 M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呢 那我就一樣輸出A2加1 所以喔 Force 就是 不等於的話 就是它一樣 它等於的話 就加1 然後A2加1 那如果呢 假設它的月份 比如說 這個地方是 它 2月28 然後下一天 就剛好3月1號 欸 如果月份不一樣的話 怎麼辦 那你就不要幫我產生 不要幫我產生的話 就什麼 不要 不要就沒有 就清楚 兩個雙號 OK喔 這樣邏輯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如果A2這一天 喔 不等於把它加了一天之後 不等於喔 小於 大於喔 喔 可是會不會有同學說 老師可不可以不用不等於啊 可不可以用等於 可以啊 如果等於的話 那就是觸跟FOLD顛倒就好了 喔 只是看每個人習慣 邏輯不同 你可以稍微調整沒關係 喔 按個確立 好 那這個時候當然喔 這個一樣嘛 因為它月份一樣 所以它不會影響 會有影響的應該在哪裡 在2月份喔 所以我把它向下拉 向右拉看看 那你會發現喔 2月28 跟3月1號 3月1號的部分的話 就清空了 為什麼 因為2月28 把2月28 跟2月28 加1 一天的話 它變3月1號 月份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的話呢 輸出就空的 欸 但問題來了 空的 但問題這個後面怎麼一個減Value啊 喔 因為我們不是用曼斯嗎 那曼斯 如果你給它一個空的儲存格 它會跟你講說 啊 錯了 你給了我錯誤的資料 你明明不是要叫我判斷 呃 月份嗎 那你怎麼給我個空的資料呢 所以你資料給錯了 那可是問題 我如果不想要讓它出現的話 其實喔 你也可以再配合一個函數 叫什麼 剛剛用過嘛 ifl 所以你可以喔 再把這個公式喔 剪下來 然後呢 放到哪裡呢 放到邏輯裡面的iflare 然後把它又貼上 如果它發生錯誤的話 那就給什麼 沒有資料 就清楚 兩個雙以後就可以了 按個確定 好 向下 這邊說喔 錯誤的話 顧慮掉喔 不見了 然後再整個向右 有沒有 整個就全部ok了 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這樣做完的這個日期喔 有個好處啦 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改成2021喔 比如日期改成其他的年啊 啊 後面一樣一月一樣二年的 沒有辦法 它整個全部都改變了 也就是說它這個是一個連鎖的喔 它不是說 它今天改一個喔 因為其他每個都會跟著改 因為它這個後面的日期部分的話喔 都是跟著一月開始喔 每個月第一天嘛 一對 然後底下其他天也都跟著上面的 所以等於說如果你現在喔 只要改一個第一天日期的話 其他的日期也會跟著變動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應該是在哪一個 在第38頁的地方 ok 所以喔 公式部分喔 有點冗長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那個 第38頁喔 我們是用month A2不等於A2加1 如果輸出 微處的時候呢 如果不等 那就輸出空的 反之就A2加1 然後再用ifA2把它過濾掉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ok 第38頁的部分 喔 那 再來的話 後面還有就是說 第一階段完工的 第二階段呢 我希望喔 讓禮拜六禮拜天 給不同的格式 比如說顏色 我希望不同的顏色不同的底色 我比較知道說 禮拜六禮拜天 到底在哪些位置上面 那我該怎麼做 這個地方 會訊論到一個函數 叫weekday weekday的話呢 主要是判斷什麼 判斷 這個 這個日期喔 它是禮拜幾 ok 它會告訴你禮拜 它不是 它會告訴你一個數字 喔 那一般啊 它會給1到7啦 意思是一個禮拜的第幾天 通常 給1的話 應該禮拜幾 1 你要說1 1 禮拜1嗎 不是 因為這美國人設計的 你要美國人 一個禮拜第一天是哪一天 對 禮拜天嘛 所以喔 1就是禮拜天 那禮拜六的話呢 就7嘛 對 ok喔 所以 weekday你把它刮補在外面 它回來會給你的數字 1 就禮拜天 7 就禮拜六 這樣ok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weekday呢 再放到那個什麼呢 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給它一個條件 如果 weekday的結果喔 日期 是1的話 那我給它一個格式 如果是 6 如果是7 那禮拜六給另外一個格式 這樣你就不用說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鎖動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在第39頁 39頁 就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我如果希望呢 你下禮拜六禮拜天 給不同格式的話 其實當然做法 如果啦 因為這邊其實一般習慣還是會寫程式完成 如果你不寫程式喔 可以用這個方法完成 那試試看喔 把這個38頁的這個部分公式喔 試著完成看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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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